欢迎大家收看加拿大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加拿大备战2026年世界杯 你对本周的新闻记得怎么样? 来参加我们的测验吧 这所大学在五年前对国际学生进行了限制 为什么加拿大的新限制仍然让他担心灾难性影响? 这些真实的创意蜜月故事将激励你忘记常规的飞行和休息假期 想要租一辆法拉利吗? 还是只想要一辆便宜的车? 汽车共享平台Tour正在改变租车业务 请大家收看 加拿大备战2026年世界杯 纽约时报 温哥华和多伦多将与美国和墨西哥的城市共同举办2026年世界杯 温哥华将举办七场比赛 而多伦多将举办六场比赛 包括第一场涉及加拿大国家队的比赛 美国将拥有最多的比赛 有78场 包括决赛 温哥华和多伦多的体育场准备成本尚不清楚 但与卡塔尔相比 预计成本要低得多 卡塔尔为2022年锦标赛建造了七个新体育场 温哥华将翻新BC Place 而多伦多将在BMO Field增加临时座位 你对本周的新闻记得怎么样? 来参加我们的测验吧 加拿大环球邮报 根据向议员发布的初步报告 针对RICAN应用程序不当行为的议会听证会已暂停 该委员会一直在调查 该应用程序的成本 为何上升至5400万加元 以及其他相关的IT采购问题 联邦调查员的报告尚未公开 但议员们表示 进一步的听证会 可能会干扰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和皇家骑警 正在进行的调查工作 在其他新闻中 今天是超级晚星期天 泰勒 斯维夫特将不会在商业广告中亮相 尽管其他名人如利昂内尔 梅西 蒂娜 费和克里斯 普拉特将会出现 申请来加拿大的巴勒斯坦人 没有被要求提供 他们最喜欢的加拿大艺术家的歌曲 但他们被问及伤疤 社交媒体账户和以前的工作经历 安大略省的汽车盗窃 被描述为绝对的流行病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正在考虑对汽车盗窃 加大处罚力度 联邦保守党要求特鲁多辞职 原因是他去年邀请一名前纳粹士兵 参加了一次招待会 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奖牌 将镶嵌有从埃菲尔铁塔上取下的铁 加拿大最高法院 没有对一项确认土著民族自治权利的 联邦法律做出裁决 俄罗斯花样滑冰运动员卡米拉 瓦列瓦将一次阳性兴奋剂检测结果 归咎于被掺杂的草莓甜点 尽管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没有接受这个解释 这所大学在五年前 对国际学生进行了限制 为什么加拿大的新限制 仍然让他担心灾难性影响 多伦多星报 位于安大略省布兰普顿的谢里登学院 正面临来自联邦移民部长马克 米勒最近对该国国际教育计划所做的改变 带来的挑战 这些改变是为了打击一些高等教育机构 对国际学生的剥削 国际学生报告了雇主和房东的剥削问题 经济困难和心理健康问题 谢里登学院担心其多年来 在招生和国际学费收入方面的增长 以及其合作伙伴关系和多元化的学习环境 都面临风险 学院现在正在考虑灾难性影响 谢里登学院此前限制了国际学生的增长 并投资于建设能够支持这些学生的能力 学院已经实施了解决住房 食品安全、心理健康、同伴辅导和入学奖学金的项目 然而 最近对国际教育计划的改变 使学院的进展面临风险 新的学习许可申请处理已经停止 学院预计将不得不做出 关于继续提供哪些课程的艰难决定 国际教育计划的改变 也影响了学院与福特伊利的一所私立学院的合作 该学院提供寄工培训 新规限制了从公私立学院项目毕业的学生的毕业后工作许可 学院与私立学院的合作现在变得不确定 这对于福特伊利来说是令人痛苦的 因为该地正处于增长模式 需要熟练的工人 国际教育计划的改变 对校园以外的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并影响到依赖熟练工人的行业 如先进制造业 这些真实的创意蜜月故事将激励你 旺季常规的飞行和休息假期 多伦多星报 最新的蜜月趋势正在从普通的全包旅行 转向更独特和有创意的体验 夫妻们在寻找更多的意义 甚至一起创造一些东西 一些流行的趋势包括一个配偶计划行程 另一个被蒙在鼓里的惊喜蜜月 夫妻们在一次旅行中游览多个国家 以及夫妻们前往目睹自然现象 对于独特旅行的渴望 导致了更多多样化的蜜月目的地 超越了典型的加勒比经典景点 所有这些趋势的共同点 是一种共享的自我放纵感 夫妻们计划了一次 他们将会谈论多年的旅行 三对加拿大夫妻在现代蜜月上 加入了自己的创意 一对夫妻邀请他们的婚礼客人 加入他们在希腊的蜜月旅行 另一对夫妻花了三个月环游世界 第三对夫妻邀请他们的朋友 加入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的公路旅行 想要租一辆法拉利吗 还是只想要一辆便宜的车 汽车共享平台TURL正在改变租车业务 多伦多星报 汽车共享平台TURL 旨在通过允许车主将他们的车辆出租给需要的司机 来减少多伦多的交通拥堵和高昂的汽车费用 该公司于2016年进入加拿大市场 在其平台上有大约1400种车型 并为司机提供各种选择 TURL认为 汽车的大部分寿命都是停放在那里 它的目标是更好地利用全球15亿辆汽车 TURL的目标是 多伦多的那些买不起或不想购买汽车的司机 以及来访该城市的游客 该平台为车主提供保险覆盖 包括每次行程价值200万美元的责任保险 TURL还验证司机的身份和驾驶执照 以确保车辆被租给可信赖的个人 TURL认为 其点对点汽车共享模式 通过增加现有汽车的利用率来提高效率 而不是在拥挤的城市街道上增加更多汽车 该公司的目标是 创造一个汽车使用率为10%至15%的世界 而不是目前的4% 这将减少所需的汽车数量和停放车辆所占用的空间 TURL将汽车共享 视为城市交通的更高效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塞内加尔总统麦基 萨勒·麦基萨在全国范围内爆发抗议活动时 接受独家采访时为推迟选举辩护 加拿大环球邮报 塞内加尔总统麦基 萨勒·麦基萨为他推迟定于2月25日举行的该国选举的决定辩护 声称此举对于防止进一步的混乱是必要的 全国各地都在举行抗议活动 以应对延误 萨勒自2012年以来一直担任该国总统 并将于4月2日完成他的第二个任期 在跨性别问题上 皮埃尔·波利夫雷歪曲事实并打压弱势群体 多伦多星报 加拿大保守党领袖皮埃尔·波利夫雷 因对跨性别权益问题的回应而受到批评 当被问及他的党派对阿尔伯塔省政府 对跨性别青少年实施的限制措施的立场时 波利夫雷攻击了记者 并指责媒体散布虚假信息 他被指责回避问题 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 许多人认为 国家不应干涉个人 父母和医疗专业人员的决策 并且阿尔伯塔省政府实施的限制措施 将对跨性别青少年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核能的加强案例越来越强烈 加拿大环球邮报 据《环球邮报》的一篇专栏文章称 加拿大安大略省决定对多伦多东部皮克林附近的一座就核电站进行翻新 这对该省和地球来说都是明智之举 安大略省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两个优势 一是可以利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水电资源 二是核能资源的可利用性 核能已经占到该省电力产量的一半以上 该专栏文章认为 随着更多行业电气化 以及更多人购买电动汽车和热泵 安大略省未来将需要更多清洁电力 零售业反弹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尽管存在通货膨胀 但我们仍在再次支出 多伦多星报 服装零售业的复苏表明 更广泛的经济将比许多经济学家 预期的更早恢复正常 Lululemon和其他服装商家的股价 在过去一年中上涨了47% 随着业务的回升 房东也开始再次向零售商 收取大流行钱的租金 虽然现在宣布零售业繁荣还为时过早 但考虑到经济中的高借贷成本和通货膨胀 零售销售正在上演 即使是温和的复苏也是值得注意的 这些迹象表明 随着不利因素的消散 经济将出现强劲 更广泛的复苏 汽车盗窃的辩论是一场口号和解决方案的战斗 加拿大CBC 在加拿大 汽车盗窃案的增加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执政的自由党和反对派保守党 竞相展示谁能对这个问题采取最强硬的立场 保守党领袖皮埃尔 普利福要求对汽车盗窃犯实行监禁而非保释 并将盗窃案的增加归咎于2015年政府的变动 然而 汽车盗窃案的增加是最近的现象 在2004年至2013年间 盗窃率下降 近年来才有所上升 大流行和供应链中断可能导致盗窃案的增加 因为有组织犯罪团伙 利用可购买的车辆短缺的机会 自由党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是召集联邦 省级和市级官员 以及保险和汽车行业的代表举行峰会 峰会讨论了一系列可能的解决方案 包括对刑法的修正 增加执法资源 加强信息共享 以及改进汽车的安全标准 政府还建议改变出口流程 可能有助于减少汽车盗窃案 因为目前加拿大超过50%的被盗汽车被出口 贾斯汀、特鲁多和皮埃尔、波利夫雷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敌人 来解释加拿大的问题所在 多伦多星报 加拿大移民部长马克、米勒表示 加拿大对移民的打击是针对滥用系统的企业 而不是移民本身 他在12月份发表讲话时表示 有一些类似于狗仔厂的文凭工厂 他们只是大量生产文凭 这不是一个合法的学生经历 米勒还表示 该国的外国留学生签证计划将设定上线 并且政府不会接受虚假学位 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 67%的加拿大人认为移民目标过高 47%的人认为他们的社区需要更少的移民 特朗普如何推动阿易和平 但引发巴勒斯坦人的愤怒 华盛顿邮报 2020年的亚伯拉罕协议 是美国对中东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结果 华盛顿邮报最近的一篇文章 分析了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及其女婿贾里德 库什纳在导致协议的谈判中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2022年10月哈马斯袭击事件后的情况 根据文章中引用的匿名消息来源 库什纳的交易式对外事物处理方式 导致了协议的达成 特朗普政府绕过巴勒斯坦人 而是与逊尼派国家进行接触 然而 文章认为哈马斯的袭击事件 对协议所建立的关系进行了考验 该袭击事件导致大约1200名 以色列人丧生 文章得出结论称 亚伯拉罕协议对中东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并未带来持久的和平 我对杰克 怀特的狂热追捧 深入骨髓 我可以写一本关于他的书 《多伦多星报》 在乐队解散14年后 作者回顾了白条文乐队持久的影响力 乐队的吉他手杰克 怀特自乐队解散以来一直保持着高产 上个月他在Instagram上发布了一段回归蓝调的乐器片段 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政治简报 特鲁多称贝尔传媒的裁员决定是垃圾决定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批评贝尔传媒裁员数百名新闻工作者的决定 称其为垃圾决定 贝尔传媒的母公司贝尔加拿大企业宣布将裁员百分之九 共计4800个职位 尽管裁员对象不到贝尔传媒员工总数的百分之十 但这一决定将导致多个电视新闻节目的中止 节目削减 以及出售其103个地方广播电台中的45个 特鲁多表示正当需要更多优质地方新闻报道的时候 这种优质地方新闻报道正在被侵蚀 他认为优质新闻报道的侵蚀对民主有害 对这一决定他感到愤怒 加拿大海滩上的骨骼很可能来自一艘沉船 但是是哪一艘呢? 纽约时报 在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的海岸上发现了人类骨骼 很可能是大约150年前发生的一次传难的遗骸 这些骨骼是由一位沿海散步的居民发现的 有可能之前已经被发现并重新埋葬过 2022年飓风飞奥难引起的侵蚀 增加了发现更多遗骸的可能性 当局通过与当地居民交谈和审查历史记载得出结论 这些骨骼很可能来自一次传难 尽管调查仍在进行中 但这些骨骼与任何最近的事件都不太可能有关 问题仍然是这些骨骼可能来自哪次传难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的新闻 其中包含了加拿大备战2026年世界杯 RICAN应用程序的听证会暂停 谢礼登学院面临的挑战 独特蜜月趋势 汽车共享平台出入的影响 塞内加尔总统麦基 萨勒的辩护 加拿大保守党领袖皮埃尔 波利夫雷的回应 加拿大何能的加强 零售业的复苏 汽车盗窃的辩论 特朗普推动阿易和平的影响 杰克 怀特的付出 特鲁多对贝尔传媒裁员决定的批评 以及加拿大海滩上的骨骼发现 首先 加拿大备战2026年世界杯的消息 令人振奋 温哥华和多伦多 将与美国和墨西哥的城市共同举办比赛 作为一个加拿大人 我对我们国家有机会承办如此盛大的国际体育赛事 感到非常自豪 不仅如此 我们的体育场准备成本相对较低 这使我们在成本控制方面具有竞争力 加拿大队的表现也备受期待 希望他们能为我们赢得荣誉 接下来是RICAN应用程序的听证会暂停 这一暂停 可能会对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和皇家骑警的调查工作产生干扰 我们期待联邦调查员的报告能够揭示真相 帮助我们理清这一应用程序背后的复杂问题 谢立登学院面临的挑战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国际学生的剥削问题一直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 我们需要采取措施来保护这些学生的权益 希望学院能够找到解决方案 确保国际学生的学习环境和权益得到保障 关于独特蜜月趋势 我想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夫妻们越来越追求独特和有创意的蜜月体验 这种趋势的背后反映了对更有意义 更难忘的旅行的追求 这也是一种体现夫妻共享和创造回忆的方式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喜好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让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喜好 来规划蜜月旅行 希望这些创意蜜月故事 能够给大家带来灵感 让我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旅行方式 对于汽车共享平台TURL的影响 我认为这是一个有潜力的解决方案 通过允许车主将他们的车辆出租给需要的司机 TURL可以减少交通拥堵和高昂的汽车费用 这种点对点的汽车共享模式 有助于提高汽车的利用率 减少城市街道上的交通拥堵 希望TURL能够在加拿大市场取得更大的成功 为我们的出行方式带来变革 塞内加尔总统麦基 萨勒的辩护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推迟选举的决定可能对防止进一步的混乱 起到积极的作用 然而这一决定也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抗议活动 我希望塞内加尔能够平稳过渡 实现持久和平 关于加拿大保守党领袖皮埃尔 波利夫雷对跨性别权益问题的回应 我认为他的态度不够积极和理解 对于跨性别青少年的问题 我们需要给予尊重和支持 而不是打压和歧视 希望我们的政治领导人能够更加关注这些弱势群体的权益 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包容 关于加拿大核能的加强 我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加拿大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独特的优势 包括水电和核能资源的可利用性 随着更多行业电气化和清洁能源的需求增加 加拿大需要更多的清洁电力来满足需求 发展核能是一个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有助于减少碳排放并保护环境 关于零售业的复苏 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 服装零售业的复苏显示出经济正在逐渐恢复 这表明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增强 开始增加消费支出 虽然经济复苏可能仍然温和 但这是一个积极的趋势 关于汽车盗窃的辩论 我认为我们需要找到平衡 加拿大对汽车盗窃犯的打击力度是必要的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导致盗窃案增加的根本原因 我们需要加强执法和信息共享 同时也要关注汽车安全标准的改进 希望政府和相关机构能够采取综合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特朗普推动阿易和平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亚伯拉罕协议的达成 确实对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然而协议的可持续性仍然存在挑战 如哈马斯的袭击事件所示 希望各方能够继续努力 为中东地区带来和平和稳定 杰克、怀特的付出让人兴奋不已 作为白条文乐队的吉他手 他的音乐对很多人来说都是经典 希望他的回归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经典的音乐 特鲁多对贝尔传媒裁员决定的批评是可以理解的 新闻报道的质量对于民主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 我们需要保护和支持优质的新闻报道 希望贝尔传媒能够重新评估他们的决定 并继续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新闻报道 最后是加拿大海滩上的骨骼发现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发现 对于我们了解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希望相关当局能够对这些骨骼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 以揭示这一事件的真相 以上就是本周新闻的回顾和分析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